7月22日 全美影响力最大的青少年音乐盛典之一的 蓝森国际音乐节 开幕音乐会在洛杉矶爱尔蒙地市隆重举行 加州参议员 当地多个市政府市长 议员 音乐节创办人 及文化传媒团体负责人 各界嘉宾及音乐爱好者等 出席了开幕音乐会 嘉宾们在致辞中一致表示 音乐会不仅为当地社区带来正煞之夜 高水平的音乐享受 更为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音乐爱好者 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促进了世界各地区音乐艺术的交流 音乐会由声乐教授安妮哈利的演唱拉开序幕 接着安德鲁帕克教授与丹尼尔帕克和克里斯特帕克的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 大提琴独奏及二重奏 查理德·基布斯教授演绎了电影配音音乐的制作 最后开幕音乐会在安妮哈利教授美妙的歌声中画下完美的句点 最后开幕音乐会在安妮哈利教授美妙的歌声中画下完美的句点 全球新闻 洛杉矶报道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